书院企图居然入魔 魔宗 你买书院主人 却有魔宗手段 难道不怕天中 小伙奉命护送曼妙公主回家 谁知这公主无脑自负 竟随意则只休息 此地两侧皆密林 急易埋伏 宁缺本想劝公主赶刀而行 你一个向导 有什么自负命名 这事你得听我的 废强 宁缺话音刚落 就看无数弩箭抛射而出 这唐朝兵将尚不及反应 便已是折损数板 得亏宁缺矫剑伸手 率先将这公主护于身下 紧接拔刀而起 投身而杀 忽然树林中一道试杀之意传来 一魁梧大汉口中爆喝四围 成敦巨士犹如弹王呼啸而出 不论敌我皆未放过 随之举起地上那如大树般的大树 宁缺心头一惊 那头去方向竟是朝着自己的桑桑 宁缺哪里还管得许多 猛地飞身推开桑桑 任那强力冲击撞向自己胸膛 口中一道烟红流出 竟直晕了过去 此时马车内一把血量短剑脱鞘而出 一道轻光裂缝而去 本于将这巨大身躯洞穿 天天差之好里 这大汉顿敢恼羞 爆喝一声 抓起那地上的窟沫 朝着马车便投掷而去 只见这洞玄境的修行者 嗖的一声从马车中窜出 还不带着大汉逼近 就看这念师随手吸起一地落叶 念力运转 忽视一下朝着大汉面门袭去 方才嚣张至极的魁梧大汉 来不及发出那一声绝望的怒吼 便在这吕清晨的一招之下丧命 殊不知这一幕 竟被远在千里之外的 两人看得清清楚楚 而这刺杀公主的胆大行动 便是这夏侯将军一手护局 本以为夏侯已是潜力技巧 却不想其境还留有后手 吕清晨方才一招看似轻松 可这念是一道 最忌讳汽海之中内力空虚 本以为这大汉已是志强 可那树林中忽然闪现出一挥袍老者 速度极其之快 闪电般穿掠刀阵之中 转瞬间将树名侍卫击杀 吕清晨心中一刹 那清光短剑朝着老者幽的射去 方才看清来人竟是大唐书院的修士 本是书院企图 却不想被夏侯拉了 其道行本不足畏惧 却偏偏夏侯传授其魔宗秘符 就看着老者强行动天地元气于体内 道道血影呼啸喷出 吕清晨心中难免惊苦 书院中人用魔宗手段 以胆敢气势灭 若为正道 这魔宗立法字不可小觑 强行吸纳天地元气 不惜暴体身亡 也要凝聚全部修为于一击 不过片刻 就看着老者浑身经脉抱起 四周那唐军侍卫本想挥刀而上 却不想插那间浑身气血尽嗓 这道道道强大威压 让本就气亏的吕清晨愈发不敌 不得不大声喊道 这一声喊叫却意外叫醒了一旁 昏迷的宁缺 见到眼前一幕堪称震撼 不过这次倒也算不得废柴 沉着冷静间弯弓搭剑 右臂用力 净传万间 三只黑色剑与残影寺那闪电 扑斥穿透着老者胸膛 还来不及惊叹 那充裔的气喊瞬间泄起 似是要炸裂开来 宁缺话音刚落 就看那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那气浪如是吼咆哮 幸亏桑桑及时撑开手中那一把黑伞 将公主护于身后 带到封烟散去 场中哪里还有那灰袍老者身影 三名侍卫惊骇宁缺这一身本事 本想上前结交一番 却无意间看到宁缺放置在身旁的那一套装备 我扬应勇工 三把捕刀 不就是那个 书立无奈看谁人人